圖文創作是一種結合手繪 還有我們平常的文字的表現形式 像是我們小時候讀的那些繪本 它可以以更生動更直觀的方式 傳達一個故事 進來隨著社群媒體的發展 我們更容易接觸到這些圖文創作 因為透過這些社群媒體 像是從以前的文明小站 到現在的Facebook 還有現在YouTube 我們可以更容易的接觸到這些創作 然後他們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共鳴 那藉由這些創作呢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發揮的生活中 增添一些樂趣 然後讓大家就會 日子會過得比較開心 那麼歡迎下一位講者 圖文創作的強親術 比妹 大家好 我是比妹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其實是2009年就開始創作 那我的身份在 用一個外界來定義 我一直在編 就是我一開始是無名小站的部落客 然後到Facebook 這個文化是比較喜歡看短漫的 那其實我後來也有做那種知識漫畫 我在Comico那邊有連載過一年 然後再來就是YouTube 是我現在的身份 那你其實也可以叫KOL 就是網路意見禮修這些 所以就是一直在編 但我自己就是沒有定義自己什麼 就是最近大家叫什麼就跟著叫什麼 大家叫YouTuber 我也叫YouTuber這樣 那因為創作這幾年 所以你創作其實是有個週期 就是我的創作週期譬如說一定會有波動 有時候高有時候低 那其實這是兩個曲線 我自己的創作曲線跟市場喜歡的曲線 這兩個永遠都對不太起來 那所以就一定會有低潮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覺得我低潮大概有五年左右 沒有自己覺得 所以因為我是先部落客 當部落格 部落格這種的形式 比較像是一段文字配一段圖這樣 那後來我就是Facebook那時候 開始進來台灣 所以我就 我那時候很早就有畫Facebook的圖 所以我算有藏到一點紅利這樣 但是那個紅利大概兩三年 就我覺得就變少很多了 因為其實這種圖紋的 插圖這種東西他們看蠻低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就算 畫功不用很好 但是大家有共鳴 那你就會爆紅這樣 所以我感受蠻明顯的 就是很多後期之秀 他們的粉絲瞬間就超過了 大概十倍二十倍都有 那難免你不可能會有 難免一定會有一些忌妒 這些這種心情 那我其實常常一直都是在一個 憤怒的狀態 但是我是比較喜歡身分氣的那種 就是我都氣在心底這樣 一直氣 就是你常常會覺得 為什麼到底有為什麼大家會這樣 那這個衝擊是一定會有 然後你 我們畢竟這種網紅嘛 他也多一個身分是網紅 就是我們網紅其實都是靠廣告來收益這樣 但當你觸及率變低的時候 廣告商就一定相對不會選你嘛 就是一樣的價錢我當然選流量高的嘛 所以這方面已經受一些一波衝擊了 那其實後來到疫情那兩三年 其實我也有在受一波的一個受影響這樣 因為那幾年其實那個疫情的關係 其實各方面很多行業他的預算都會限縮 那投在我們身上其實有時候會更少 所以經濟上是真的會影響蠻多的 所以那也是造成我後來更一步惡化的一個結果 就是其實真的會常開始有一些不好的想法 就是我有時候起車在路上就會一直在看那種 哪邊會突然可以造成我意外死亡 但是我不用任何的 我不用有任何的那個內疚感 就是造成家人什麼 就是像有時候看到那種圍樓啊 鋼筋出來我都會覺得這是好地方 或是那種沒有紅綠燈的那種路口 我就會覺得喔這邊大家都窮紅燈 那我是不是突然衝過去就會被撞到之類的 然後我還要想喔我還要想說 有時候經過一個大橋 那你就會看那個大橋的高度是怎樣 我就我有認定一座大橋我就覺得喔 就是這一座就是高度非常完美 但我有一次真的去看了一下覺得 那下面是那種民宅 萬一老阿嬤突然要收什麼鹹菜 要到他就好像不太瞄 就是可能要先看一下 但我也不太確定會突然有人衝出來 總之我覺得你要去做實驗自S這件事情 也是很需要勇氣的 然後那我覺得這種搜索引擎真的幫助到滿多人 因為有時候你Google字S 那個Google真的會告訴你說 字S不能解決問題 然後你就真的會突然被點醒一下 喔對對對對對 但是你還是可以精確一點搜尋到你想幹嘛 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會知道說 有一種方式是最容易達成率最高的 就是要用繩子繞在這邊 所以我就想說喔我想了 我最喜歡我每次都在腦子裡想 但我不會真的實踐 但是有一次真的想說 啊要不要真的來做這件事呢 然後我就在自己腦子先捏一次 那就覺得喔好困難 首先你要找一個更穩固的支點去綁繩子 然後還要綁到自己的上面 然後想說還要去學繩結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想說哇靠超滿的耶 因為我以前軍訓課也從來沒好好學過 我就覺得我綁的結一定不夠牢靠 我已經想像好 就算我今天纏到上面 我再肉在自己身上 我可能真的可以在上面晃兩秒 然後我就會跌下來 然後屁股坐到我剛剛那個椅燈上 然後腳再扭到 我覺得我一定會這樣子 然後倒在地上哭 然後就失敗這樣 所以就覺得喔 我還是一樣就像平常一樣那麼懦弱 還是在腦子裡想一想就覺得酸了 所以當我意識到自己這個狀況 越來越差的時候 還是只能就是求助一些 一些精神科相關嘛 對啊就是 但是我其實說實在的話 就是這種諮商方面 它確實費用非常高 這不是我們一般人的負荷 客個空那時候那麼糗 所以我只能是靠藥物 但我真的覺得藥物蠻有用的 因為有時候你的情緒 就是只有兩種狀況嘛 要嘛就是心理或是身體上 身體影響心理或心理影響生理都有可能 那我先處理一個總是比較好的 那我突然發現 欸我吃藥物是稍微可以控制的 那我就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下自己 我就想說 我這樣每天操環 我覺得那個腦細胞會死很多 那我還不如吃藥比較好這樣 所以我就真的吃藥這樣 那這個東西是我後來自己回頭看自己 我自己覺得我做得很好的事 當我決定去求醫的時候 這已經是改變的第一步 OK 然後我的第二個改變是 我前面講的嘛 就是我的社群Facebook這個媒介 它其實是受影響的 那我就在思考 那我是不是要轉換跑道了 我是不是該做YouTuber 但是圖像轉換變成影像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就像文字變成圖像是一個坎 圖像再變成影像又是不一樣 因為影像它是更複雜的 就是它是有影片節奏還有音樂 然後影像的語言也是一種 我自己是在這個過渡期 其實並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其實我不是說我是被逼著去 我雖然有一點這個成分 但是我本來就有興趣 這是我好幾年前 我就有時候會看一些劇本編寫 或是攝影的那種電影的一些拍攝 這些我都有興趣 所以我才有辦法說 還有我以前也有畫那個漫畫連載 這些都對我蠻有幫助的 所以我才有辦法把圖像轉換成影像 那這是我第一波改變嘛 但第二波我還是繼續在做改變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實很殘酷 就是你不是改變就會一定會有好結果 就是像我自己也常被騙 就是電影都會騙人 電影那種勵志的電影 就是譬如說賈伯斯在倉庫裡面 然後開始創業 然後啪啪啪啪進個鏡頭 然後下一秒他就是跟股東大會這樣舉杯敬酒 但這其實可能是三五年或是十年 才會發生的事 但是我們自己作為真正的主角 你不會意識到這些事情要這麼的久 所以就是就是蠻心灰意冷的 就是覺得啊我做這個改變還是不夠 那我就要再回頭檢視 我做的這些影片是不是還有可以再改的地方 那我一開始的頻道 我自己也沒有做很明確的確定要什麼風格 我也是算實驗性質的 但是我自己是做什麼事 雖然不是說真的很有恆心的人 但是我都是讓自己有一年的時間 我才確定我要不要放棄 所以我做了手作跟動畫 這兩個同時的進行 我一個禮拜發兩部影片 就是一個手作一個動畫 那一年下來其實他們蠻明顯的 手作的部分真的觀看量很低 所以我的第一部 這已經是經營了一兩年了 就是必須很忍痛把它放棄掉 那我當然也很難過 因為那天黏土我那時候都不敢 我是用黏土做的 那天黏土我就把它丟在一邊乾掉 我也不敢不敢丟 那個對我來說有一種 形體上的一種跑棄 所以我一直把它放著 然後後來第二部是 好我今天已經放棄手作 我全部都做動畫 但是動畫其實也沒有起來 因為我那時候一開始做的影片 比較像是連貫式的 它是有劇情的有極速的 但是這個非常不吃香 因為我今天如果第四集播放 很多人進來看 他不知道前面三集也什麼 他就不會看 所以這個非常不吃香 所以我就知道說 大家終究是喜歡貼近生活的 所以就一樣的精力資源 我選擇只能放棄掉這個系列連載 我做多一點生活的部分 所以我在跟市場做妥協 跟自己做妥協 因為我只跟市場做妥協 我一定不高興的 所以我必須也要跟自己做妥協 所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 我會做大家喜歡的議題 但是我要確保 這中間是有我的特色 是只有國才能做得出來的 同時我也喜歡做一些天馬行空 但是我知道這個一定不會大家喜歡 但是我高興 就是像我做 我有做一些像 好像什麼 極限長輩網 我就是想到那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那個什麼 Ninja Warrior 台灣翻什麼 就極限停的網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給長者來參加應該滿刺激的 然後舞台設定就是在我們的行程馬路上 同時就可以反諷說 啊我們的行程的用力安全是 非常肯率的這樣 那這種題材就是 少數人喜歡也會很喜歡 但大部分人他未必會喜歡 這個我也必須要接受這一點 所以妥協的部分就是 對我開始做了這個妥協 但是其實我那有一年的時間 我做了這個改變 還是沒有得到很明顯的成效 就是我的瀏覽量依然 其實沒有那麼好的 而且我的收益非常低 我那時候算過我一部影片 只能賺六七十塊 就是連吃一個便當都不夠 但我還是做了就沒辦法 因為就可以說我幸運也可以說我不幸運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辦法做其他的事情 我曾經畢業後去一個工作 我沒有經過試用期我就被fire掉了 因為我做事實在太慢了 我忘記是在對什麼 那個名片我對好久 就我一個小時只做了大概三四張名片 總之很爛就對了 就也有一種覺悟 就是只能做這一行 所以就我剛剛講到嘛 我做這個還是沒有成效 有一次我就真的大崩會 我一個月都沒有更新 但我這個心灰意冷的時候 還是覺得說 再做一步看看好了 所以那一步我也做了一個 影響我很深的一個記憶吧 我做了一步是關於 我被惡鄰居纏向半年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也是 是在低潮的時候發生的 因為你有時候人在低潮的時候 內在沒辦法改變 那你是想靠外在環境 也許我換一個地方生活會比較好 所以其中一年我就搬到一個地方去 一切都很好 但是樓下就是個很煩人的鄰居 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將近是鬼故事的 把它畫成了影片這樣 結果大受好評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很複雜的 因為對我來說 這個不是我最喜歡的影片 但大家卻很喜歡 這個感覺很複雜 因為我在第一、二年的時候 我每週還更新兩步 我這麼的努力 但這一步我一年才產出這一步 大家卻這麼喜歡 但所以這種時候還是需要退一步 或是時間過了你才會意識到 就是這個不是偶然的 就是必然必須要 我必須要產出已經有一個200多部的影片 我才能產出這一步 大家會比較有意思 這個可能有時候也是一種機率吧 我也不知道 就我只能這樣告訴自己 所以就是就是一個 有時候必須要去調適這個心情吧 但我也在那一次以後更了解到 大眾喜歡的是什麼議題 很明顯就喜歡驚悚的 但我自己還是沒有很喜歡話 我這個人就有點賤這樣 所以那個 我在 但其實那一部影片起來以後 還是沒有到真的很爆紅啦 所以我還是 有時候會很郁悶 所以我就記得 我有一次真的心情差到 我終於發了一個套牌文 我是很鄙視跑牌文這種行為的 但我那一次真的心情太差 因為我已經考慮我真的要應退 所以 但那一部就是 就是真的很多人跟我留言 然後鼓勵我 然後說 從小看到大 真的很喜歡我的作品 所以 我們回到這次演講的主題 就是失誤著理 其實主辦方在問我說 你遺失的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那種感覺可能就是像 你常常弄丟的東西 但你根本就沒有發現 你弄丟什麼 搞不好你後來有一天才突然下去 啊 我是掉了信用卡 但其實早就已經不見很久了 過一兩天你才知道 結果 我仔細回想 我遺失的應該不是那種創作的心 因為就算是我在好低潮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很想創作 但我遺失的是什麼 我覺得我遺失的應該是對自己 一種有欺人信念 聽起來很中二 但就是我已經沒辦法相信自己 我也不相信大家 因為我覺得大家不喜歡我 那我好像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也不相信我自己 可以創造出大家喜歡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很 我覺得跟那個 有點樂觀的社會不一樣 就是油氣這東西 有時候真的不是自己可以產出來的 是 我那一次好幾次都是別人給我的 就是一些粉絲給我的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個媽媽她寄 其實有兩個媽媽 後來也還有好多媽媽跟小朋友 就是她寄那個小朋友畫的圖 是那種水彩的 你看得出來是小朋友畫 因為全部都暈開了 我的嘴巴的鼻子全部都暈開了 但是我看那個橫條文 我知道是在畫我 然後她畫了一個 就是鼻妹筆那種很強重的姿勢 我一看就哭飽哭 因為我覺得我根本就沒那麼強重 但是小朋友畫出我是這樣的形象 我覺得好感動這樣子 後來還有一個是妹妹她也是 她是做吉姆 然後也是做鼻妹的樣子 就覺得好開心喔 所以我要歸納出一種 我有辦法找回我勇氣這種的時候 我是有一個更便捷的方法 那我就覺得說 也許我們可以在自己的腦中 找一個空間放這種東西 就很像很多失憶症的人 他突然看到什麼就想起來 所以也不是有很多記憶法 就是你在家的房間 在腦裡面放一個空間 很多房間 然後你記這個是歷史 這個是數學什麼什麼 然後房間裡面還有好多房間 歷史裡面有中國歷史西洋歷史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 腦子裡面放一個房間 就是來提醒我們一些事物 一些美好事物都可以 所以我可以在裡面打造是我的房間 我把這個弟弟畫的圖放在牆上 裡面做的吉姆我擺在一個 一個層架上也好 然後大家給我的鼓勵 我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布條 然後貼在牆上都好 那我就覺得 唉 這樣是很不錯 就是當我又開始 有一種很不好的情緒 我是不是可以馬上提醒我自己 我進入那個房間 我把裡面的畫面想一次 我覺得應該就會對我很多幫助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有時候 想到那個弟弟畫的那個圖 我還是會覺得好感動這樣子 對 那這次是我自己的經驗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